這陷阱風波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發臉書道歉為落實制度 悟信50年同學李文宗 被解讀要推他背鍋 我作為主帥 當然要負最大責任 所以不用擔心 下個禮拜我找個時間開記者 會把完整的說明 我不會躲避 柯文哲承諾下週開記者會 對外事宜 但從一開始推給會計師端木正 後來又甩鍋李文宗 資深媒體人羅友志大酸 是謝澤渣男分手代表座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 更嘲諷如果柯文哲被關 自己會帶便當去探望 王世堅你不要講風涼話 要賭就賭大的 如果我沒有被激壓 你要不要蹲屈棍球 我們要賭大的 柯文哲不滿開炮對賭 但金流爭議 已經重創民眾黨形象 即網紅護理師張喬瑜退黨後 民眾黨提名不分 出立委第17名 簽公事董事徐瑞希也發聲 徐瑞希退黨聲明寫到 發現黃珊珊助長財團剝削移工 更主導立法提案 擠下其他優先法案 不能接受 價值觀變成是一個 具體的法案 這法律的一個草案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且這個跟我長期以來的 NGO的這個立場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對立 對於指控黃珊珊辦公室聲明 並非事實 而民眾黨也尊重徐瑞希退黨決定 政治現金風波 可穩哲人設崩壞 加上接下來司法調查 恐怕都不樂觀 三雄國史文和台灣一隻小組 台北什麼的 哪一隻小組 麻煩你 谢谢大家